大家好,欢迎来到崇基学院七十周年 校庆研讨会的第二场讲座 这场讲座的题目是创新科技与人工智能 我是这场讲座的筹备人杨伟豪 第二场讲座的讲者和今早第一场一样 星光泣泣 包括中文大学工程学院院长黄定花教授 前方QP創办人及行政总裁李英豪先生 李英豪先生也是我们的校友 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欧国威教授 和安永香港管理咨询服务的负责人吴远光先生 吴先生也是我们的校友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中文大学信息 中文大学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黄錦飞教授 好,事不宜迟,我把时间交给黄錦飞教授 好,多谢主持,在这里补充一下 其实欧国威教授也是我们工程学院的旧生 今天我们的主题讨论会主要有四位讲者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题讲者 他就会讲30分钟 然后我们有三位的讲者 每位讲20分钟 之后我们就会有30分钟的 对Q&A的时间 就是我们自己去讨论的 然后我们再会有30分钟的Q&A时间 就是公开给大家问问题的 大家在听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在一个check room 那里提出的了 我们有工作人员 就会收纳大家的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未必所有问题都会答得到的 那么我们就,我的责任就是 负责是选择一些问题出来 到时候大家再讨论 那这些讨论的环节 越多人参与越好 越多问题越好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事不宜迟 首先我们邀请我们的主讲嘉宾出来 他就是我们的工程学院院长 王定伐教授 王教授是在2019年1月起 担任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 同时他也是我们计算机科学 及工程学系的李卓敏讲座教授 在未进来中大之前 他曾经在2022年到2018年 在伊利洛州大学香檳分校UIUC任职的 他在2012年到2018年 出任了工程学院的执行副院长 为该学院排行第二高的管理层 他同时也是电机及计算机工程学 Edwin Gordon的讲座教授 加入了UIUC之前 他在Texas Austin是任教的 他是国家学校里面的计算机科学 David Brutton Junior Centennial的讲座教授 在1987年他获得UIUC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 他凭值对电子计计自动化 EBA的研究和享誉国际 而且曾经发表过500篇的技术论文 他指导过博士的毕业生有超过50位 当中有很多在业界和学术界里 都担当领导地位 王教授是ACM和IEEE的Fellow 今天他跟我们分享的题目 就是人工智能晶片的发展和前瞻 Martin 谢谢 谢谢你的介绍 谢谢大家 因爲放不大 這個應該是 兩個模式 不知道這個Mode是 你可以轉換的 看不到哪個Mode 在哪裏 在Display Settings上面 看不到Display Settings 我看到在左上角 旁邊的Tab 右邊的Tab 這個 Display Settings 好 好的 今天我就 講一下 AI晶片 AI和晶片的關係 我會多說 晶片方面 因為 通常大家都會聽到很多 關於AI的東西 比較少聽到晶片的 首先什麼叫晶片呢 也是 集成電路 這個就是 好像一個三文字 有很多層 每一層 每一層 可能是 是傳導的 可能是絕圓體 也可能是半導體 每一層 不是整個層 都是鐵 每一層 有很多孔 像一片一片芝士 有很多孔 這些孔 其實是一個 的位置很重要 然後他們的混合也很重要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小很小的 手指頭那麼大的東西 就是很多層的 是不同的材料組成的 然後呢 每一層 我剛才說是圖形了 有地方是空的 有地方是有東西的 整個晶片裡面 主要就是只有兩樣東西 有一樣東西叫做Transistor 就是電線和Transistor Transistor Transistor其實就是 好像一個轉移 它是應用一個轉移 一個轉移 一個轉移 那 例如現在 下面的圖上 你可以看到 有兩個轉移 兩個轉移 這個轉移 譬如 這個轉移 現在開 它可以是關 亦可以開關 Y 這個轉移 可以開關 這個很明顯 就是 如果這兩個轉移 都是關的話 電線 可以由 左邊 流到右邊 或者右邊 流到左邊 另外這個 情形有兩個轉移 一個就是X 一個Y 這個也是可以開關的 很明顯 就是左邊到右邊 如果是通的話 就是隨便一個 關了就可以了 然後整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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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轉移 和連接它上來 例如 這些就是連接到 那些轉移 這些 不同的方法 將它連接上來 可以變成 可以計算的 可以加 可以減成 然後 可以做 記憶 可以儲存 所有 你現在整個 螢幕裡面 可以做到 這麼複雜的事情 主要就是 怎麼可以把它很 智慧地 把它連接 然後 階段很大 那 我稍後 會舉到很多 例子 簡單來說 在一個 晶片裡面 現在 可以達到 幾十個 Billion 30個 Billion 如果是30個 Billion 就相當 得人害怕 因為全世界的人口 才可能只有 7.5個 可以想想 就是一個晶片 手指頭這麼大 裡面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 就是 遠遠超過 整個世界的人口 那 這個就是 over the years 這些是 Intel 比較重要的 晶片 Intel 是 很久 在晶片方面 它是 一哥 是最近 才被 TSMC 台積電 取締了 8080 8080 8086 由開始到 後來 開始 幾百個 Transistor 到最後 好像剛才所說 Transistor的數目 已經遠遠超過 一個Billion 十個Billion 幾十個Billion 所以這個是 然後呢 大家都相信 都會記得 太年輕的人 不會記得 以前每年 一兩年 要換晶片 晶片是越來越快 越來越便宜的 主要原因就是 晶片 不停地在 改善 然後 越來越多 Transistor 放在裡面 令我做到的越來越多 但是每一個Transistor 越來越便宜 就是這樣 主要的就是 慢慢地縮小 電線又窄了 Transistor又小了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Apple的 Apple chips 這個就是 也不是最新的 最新的是 A15 我想描述 A7到A10 短短三年時間 它由 一個Billion的Transistor 變成3.3Billion 現在 就已經是 幾十個Billion 那麼 大家都相信 聽過 所謂的 Morris Law Morris Law 就是 Gordon Moore Intel的 Founder 他在1965年 看過幾個 所謂的 幾個CPU Microprocessor 就是 電腦裡面的大腦 他看到 那些 隔幾年 又多了很多Transistor 他有一個預測 他說 每隔兩年 你的Transistor 應該是雙倍的 每隔兩年是雙倍的 整整整整整 大家都看到 每隔兩年 差不多一年半 就雙倍的 這個其實 就不是一個 實際法 但是這麼多年來 幾十年來 你看到 所有生產到的 Microprocessor 其實就是 跟著這個Curve 當然現在說 因為 越縮越細 越縮越細 可能已經到極限了 這個 主要就是 變成一個 一個產品 一個 一個 路線 就是說 我再過兩年 就要出一個新產品 最簡單 因為那時候 有很多空間 讓你的Transistor縮小 然後 電視就縮窄一點 所以 不停地有新產品 不停地縮窄 越縮窄的話 其實它的 價值是越減低的 因為 DFX的機會 是減少了的 這個 就是 比較 Dramatically 看見到 其實 這幾年 這麼多年來 這個叫做 Technology scaling 你看到 最先那裡 1983年 1.2micron 這個 1.2micron 就是說 它最小最小 比如 電線幾闊 它的Transistor 多大 micron 就是 100萬之1 100萬之1 1.2 100萬之1 不停地縮 0.35micron 0.25micron 你看 這是一個 螢幕 這個螢幕 就是一個 器材裡面 你可以說 我送一個0 它出一個1 送一個1 它出一個0 其實就是 要建造這個 螢幕 只需要兩個 螢幕 就可以建造到 這兩個螢幕 一直這樣 縮 縮 然後縮到現在 這幅圖 其實到2個nm 也是幾年前 現在最先進的是 5個nm 4個nm 3個nm 就是這樣 更小 可能肉眼都看不到 到最後 也不說 micron 不說 micron 是說 nm 1 over 1 billion 就是這樣 所以 全部都很小 這個 當然是 2014年 也是很多年前 但是這個 挺嚴重的 就是 十年的時間 你看到 這個 SD memory 由128MB 就變成 128GB 這就是 短短在十年的時候 又是 技術性 所有的東西 是縮小 這樣 這個 就 畫來玩一下 現在我們的手機 都可以做到很多很多東西 你想想 如果你要 不用手機裡面的東西來做 外面要有很多 Discrete component 就像這個人 揹著很多很多東西 左手邊 就是 Intel 第一個 micro processor 在1971年 那時候 只有幾百個 電線 完全是用手的 用手 全部 不是 沒有電腦 幫的 但是 若干年後 到現在 這幅圖在右手邊 也不是最新的 但是已經相當複雜了 你看到 它 本身 當然有很多電線 裡面有很多電線 你現在就是用一小段 一放大它 你看到很多很多電線 這些電線 是橫橫直直的 很多層的 好像現在的 搭棚架 那樣 做建築 那樣 你想想 這些 以前 完全是用手做 到現在 如果你沒有 一個軟件 沒有電線 根本就做不到 這個 也是用22nm 因為 這個是在Intel的 有這個 它幫我計算數 如果你想 計算到5nm 有一些地方 就是除4 除5 除4 除5 除4 除5 就是 挺有趣的 你可以感受到 例如 譬如 你有一些 扇子 有個頭 很小的 原來 如果你的 扇子 是22nm的 扇子 可以配合到 100萬 的扇子 就是 頭的扇子 但是 如果你說 第二個 在最後 那句 有一個 一個 就是 那點 可以有 600萬 的扇子 就可以配合到 那點 如果 你 拿人的 人的 頭髮 我們現在 就是 可以有 就是 頭髮的 幅度 你可以放 4,000 扇子 如果現在 是5nm 可能 要過萬 然後 當你的扇子 很小的時候 我肉眼是看不到的 就算我放在裡面 自己也看不到 如果你想看 22nm的扇子 你要把那個扇子 放到 一個屋 那麼大 這個屋 當然不是我們現在的 美國的屋 相當大的 把扇子 放到 屋那麼大 你才可以看得到 一個扇子 然後 然後 比起 第一個 麥克風扇子 在1971年的 那個麥克風扇子 現在 那時候 22nm 現在更加快 已經是 4,000倍 那麼快 然後 就 用了 少於5,000倍 那麼的 價錢 降低了 50,000倍 50,000倍 這些事實 當然你知道它很小 很小 但是你不這樣看法 你不會感受 一切都這麼厲害 然後 我的扇子 其實就是 一個 如果 那些 電腦在 功能的時候 那些 是開關開關 很多次 不停開關開關 那麼 就 在這個 每一秒鐘 那個 扇子 可以開關開關 到 100個Billion 那麼多次 這是人造出來的 可以 這樣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會 我們現在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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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個Billion 在每一秒鐘 然後 如果你想 自己試一下 去那個 燈制 一樣 那麼多次 你要2000年才可以 那 最後 就是 當年 夜二 Nanometer 英特爾 可以 每秒鐘 開關了 5 Billion 那麼多 然後 這個 如果再計一計 就是說 這個 每年 我都不知道 150 然後 就 幾多次 就是很大的數目 這麼多的 然後 這個是 相對來說 是 20個Million 的 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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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女人 如果你看完這個之後 而且這個 也是 已經過了氣 現在的 5 Nanometer 更加厲害 所以 有時候沒有想過 原來這個 是這麼複雜的 但是是人造的 這個 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 我想 很簡單的 告訴你 其實我們中大 做得不錯 第一 你要知道 既然是這麼複雜的 肯定 就不是說 用手做的 這些是用軟件 所以 設計 是軟件設計 當然 當然 誰人做這些軟件 那個 是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叫做EDA 我們中大 有一個 比較好的團隊 在EDA方面 是國際有名的 當然 我也是其中一個 成員 但是其實 我們這裡有幾位 相當做得出色 這個 有一個 是 叫做 CS 這個CS 就是 如果你對 一間學校 你想知道 這個人在 computer science 領域 哪些 這間學校 哪些 區域是強的 你可以檢查一下 如果 你走到那個 ranking 你只是檢查 DESIGN AUTOMATION 這個DESIGN AUTOMATION 就是EDA 你會發現 原來中大 是 最高分的 是全世界第一名 在中大 是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在研究方面 是做得最出色的 現在 既然說了 EDA 我很快就說一下 EDA 雖然我還沒有跟大家介紹 AI 但是我想說 一個 就是 EDA 就是 軟件 是做 智能設計 但是 AI方面 有些智能是 智能方面的問題 如果這些 AI 智能 智能 它本身有 它的 性格 所以 如果 就這樣 用普通的 EDA 技術 來 設計 AI智能 你會發現 不是做得那麼好 因為 你沒有 完全理解 AI的 如果 有一個好的 例子 左邊 你看到 它 一層一層的 Neurons 已經 將它 混亂了 右邊 很清晰 這個 就是 EDA 和 AI 有關 另外一個 更加有關 就是 AI 現在各行各業 你也看到 金融 機械 人 各行各業 你也看到 然後 AI 也可以改善 EDA 本身的 軟件 這裏 中大 我們幾位同事 都做了很多 這方面 這個其實 就是 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譬如有很多點 我要有電線 聯繫上來 他說 如何聯繫 最好呢 我們其實可以用到 一些 Neuron 網絡去解決 這個問題 待會再會說多一點 這方面 另外 AI 也很適合 去 看著 那些 可以保護那些 電腦的 你覺得它 可能會不會有 這個 其實這個更加合適 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因為 AI本來 相當 對於 computer vision pattern recognition 這方面 相當做得特別適合 這個 就是現在 已經是有 AI tools 我們也在這方面 做研究 另外一方面 就是 因為 剛才我說 這麼多年來 晶片 進步這麼大 主要就是因為 它們的最小 越來越小 越縮越小 小到 5nm 10nm 這些小到 根本 其實電線 如果你要明白到 它的製造過程 你就知道 這些電線很難 就算 這些很難 做了一個 製造出來 因為它會黏起來 完全是因為 是經過一些 雷射 很明珍怪的 為什麼 因為這樣 有些微軟 凝固 這樣才能做到 製造到 IC 雖然我不想多說 這件事 但我的意思就是 我們AI 可以用AI的方法 做這個 更快 用現在普通的方法 講一下AI AI這個 term 什麼時候開始呢 當然 你可以說到 中國 不知 清朝 可能有人在做 或者可以 研究AI 但正式來說 是1956年 在美國 有一個 I.V. League 學校 叫Dartmouth College 那時候 1956年暑假 那裏有一班 科技師 現在就很出名 的科技 他們那時候 在那裏有個 工作室 他們那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個 那個 文化 是在那個 工作室上 出來的 如果 你去Dartmouth College 你看到 有個 建築 這個建築 是在那個 1956年 有幾個 猛人 這些是 John McCarthy Malvin Minsky 最後還能看到 Claude Shannon 這個是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的大師 他就說 當年 在這裏 這個就是 AI 在那時候 產生的 AI 其實是一個 這麼多年來 其實 有起 有落 我印象 最深 的時候 我讀 學生 當時 我做了 EDA 但我看到 不少學生 對AI很有興趣 也有些老師 對AI很有興趣 AI是相當吸引的 可以用 寫電腦系統 可以來模仿人 有識 跟你聊天 有識 當然是 吸引很多 人才 大學 我拿完博士之後 我開始 在Ut Austin 做教授 那時候 也看到不少 新的學生 想加入 想做AI 但是 過了不久 大家都覺得 很失望 因為 他能做到的 是太簡單了 雖然 目標 就是很高尚 可以模仿人 但是 那些已經差太遠了 連寶寶 那些智能 都沒有 這樣 所以 看到 現在 政府也不給錢 支持 所以 AI 已經死亡 那時候 是 1980年 我印象是這樣 直至最近 十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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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其實 那些 neural network 用 neural network 的方法 可以解決了 幾個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 以前 有AI的方法 用任何其他方法 用 voice recognition computer vision 有些問題 做得不夠好 突然間 用了 neural network 突然間 很明顯的 那些 quality 改善了 加上 用 AI neural network 可以捉到 遺棋 因為這個 我印象 就是 70年代 用一些 expert system 的方法 可以捉國際象棋 但是 那個簡單很多 遺棋一直都說 是一個 Holy Grail 就是 覺得 就不可能 computer 可以捉為他 做得好 用這個 neural network 當然有其他的 幫助 但是 用 neural network 可以 打低了 全世界第一名 這個就是 給這個 你的 neural network 不停地解決 其他問題 這個是 Google 現在看到 後面 我一想說 Focus 就是 AI 方面 Focus 就是 Neuro Network 就是 模仿 我們 Human 的 brain 是解決問題的 那麼 這幅 是 Google 真的是 一個人腦 一部分 那些 神經網絡 是用 Electron Microscope 照出來的 它有幾多個 每一個 Neurons 在一個人的腦裡 是可以連接到 大約 2600個 Neurons 它 連接 其他Neurons 那些 連接 叫做 Synapses 在一個人的腦裡 大約有 86個 Billion 的Neurons 然後 每一個 Neurons 連接到2600個 其他Neurons 就表示 大約 10個 Tillion的 Synapses 那你也可以想想 Synapses 有點像 Transistor 所以 它一個 人腦裡 是一個 很大的 很大的 Chip 這個 書面 看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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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它就是同一種 螢機器 比較 如果 你剛才說 有86個 Billion 然後 就有10個 Tillion的Synapses 其實 Apple的M-1 Pro-Processor 有33個 Billion 和30W 輸入 但是 這個人腦 有17個 10個 Tillion 所以 所以是比我們做出來的機器更加有利益 如果我們要模仿人的腦袋來解決問題 我們有些模仿 我們將一個螢幕模仿成一個像現在這個圖上面 其實那時候也叫做Perceptron 其實是一個模仿的螢幕 它有進入的,有些訊號進來 有訊號出來的 訊號進來的訊號就是模仿成數 然後每一個的訊號是經過的synapsis synapsis就是有不同的strain 那些就是模仿成的 weight 雖然有一個訊號進來 如果你的重量是大,你再次數量 它對於這個影響到最後的結果 有更大的影響 進入了這個,進入了這些訊號 進入了這些訊號進入 將那些重量的訊號加上 加上去 然後基於那裡是一個不平衡的功能 可以說 如果是負數就是0 如果是大過就是1 亦都可以說如果是負數就是0 大過它就可能就是它的負數 這個其實是有不同的 這個就是有不同的訊號進入 這個就更加清晰一點 又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你x1,x2,x3 這樣進入 每一個是synapsis 我們叫做 這個叫做 w1,w2,w3 那就乘了 如果你有一個訊號 x1 那就乘了w1 如果w是大的話 那最後的訊號 就會比較強 然後跟著如果這個三樣 加起來 如果大過一個 threshold B 那你出來可能是正1 如果不是我就負1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這樣的模特兒 這個是其中一個 neuron 你想想整個網絡就有很多 neuron 有一次這樣的 有一次這個圖是這樣的 就是 現在所謂的neuron network 就是layers of neuron 就是perceptrons 每一個就有input input是numbers來的 output也是numbers 那中間呢 那個architecture 那個neuron network就定了 幾多層 每一層 幾多的neurons perceptrons 幾多個是這樣的 加上呢 我們的weight 但是你要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weight 開頭 我想有這個neuron network出來 會認得 這個動物是貓 是狗 還是豬 還是羊 那我怎樣可以 設計到這個neuron network 做這件事呢 其實呢 就很判斷那些weight 那有一個process 就叫做training process 那你已經有很多data 知道了 這樣的input 出來的應該是狗 那就是貓 那就是貓 那整個 那你還沒開始 去時呢 就去猜一下那些weight 是什麼呢 你放了那些weight 就算了 算完出來之後 搞錯了 明明我是貓 你說我是狗 那就知道他錯了 那錯回去呢 究竟那些weight 怎麼改的話呢 那出來的結果 是類似 或者好像對的話 那樣 那就不停地這樣 試出來 對一下 如果正確的話 那些weight 都不錯 不是的 不停地改 那到你放了很多data 那些weight 改到差不多了 那你就變成一個定了一個model 就是有多少neuron 是多少個layer 然後跟著怎樣連接 然後那些weight 那就是有個model 那這個呢 就是 好像剛才我這樣說 左手邊 最左邊 是一個ntrainneural network 你已經猜到了 你已經proposal architecture 但是不知道那些weight 那跟著有個training training 那時候你知道了 這個data 它應該出什麼的 如果出了不錯的話 你要不停地改 到最後你optimize 那就是這個optimized network 那現在在這裏 那跟著呢 你可以接受新的挑戰 那你放在運用 用的話 真的有需要見到貓狗 那時候你會 OK 有些問題 好 那剛才我講的那些 基本上就是 是講 怎樣 我現在 我現在好像經常都 有些問題 我看不到那個screen 黑了 嗯 好 那當然很簡單 這樣而已 我們放在電腦上就算 好像剛才說 全部都算數 有些數目進去 這幾個加起來 這幾個成 很多加減成 那就可以了 那當然 那當然 那你就用我們普通的 computer CPU 那剛才我展示給你看 那個Morris law 那個curve 就沒有這麼複雜了 因為現在多了 剛才我只展示給你 Intel 和Apple 其他角色各樣的 都有在 那這裡 那這裡 如果是用CPU 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有問題呢 你可以看這個例子 如果我要 加這個N 那麼多個數目 我做這個 X1加X 就是有N的數目 我要加起來 如果你放在CPU 它其實是一個一個這樣加的 X1加X2 那有結果 加X3加X4 那樣 很明顯 要N的步驟就加完 那樣 但是呢 其實這裡有很多 這個 你看 如果我要加下面這個例子 這些這樣的例子 2加5加1加3 那樣 那我當然 我可以 2加5 加7 1加3 4加9 10加3 等等等等 然後這些 這些可以同時進行的 這些 因為你有很多 parallism 那你如果這樣做的話 那你會看到 就 Number of Steps 就是Logarythmic 那這個速度 其實就是N 我不需要大家明白 為什麼 舉個例子 如果你有一個Million 那麼多的數目 這個速度大約是5萬 那麼倍 那麽多 如果一個Million的數目 你要加 這個速度可能是 差不多半個Million 那麽的話 所以 CPU 就是不是很適合 就是來做這個AI 那些訓練 因為那裏有很多 parallism 那麽現在呢 就turns out 我們 有些叫做GPU 那這個GPU 是 叫做 graphic processor unit 那這個 它本來設計出來 就不是做AI的 也都不是做普通的 parallel computing 它就做是 graphics 因為我們那些 桌上的 computer 有很多人去玩 games 玩 games 要做得很快 出得很快 有很多parallism 它建造了一些special purpose的 chip 叫做GPU 那這個NVIDIA 就是一個最大的公司 做這方面 最成功 已經很早期 當AI都未有的時候 它已經是push for GPU 都可以做 parallel computing 解決角色外外問題 但不是說最成功的 覺得 那突然間有AI出來了 有這些neural network training 突然間它很對 所以NVIDIA 現在看到它幾成功 就是因為現在是AI 所以這個GPU 也是現在 所謂的AI chips 因為這個chips 是specifically 解決 現在可以用來解決AI的問題 很適合解決AI的問題 但是它原本 不是用來做AI 所以也不是最理想 這個其實是 給大家看 就是NVIDIA的產品 GPU 亦都現在在那些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center super computer 以前只是CPU 很多CPU 放在一起 現在很多GPU 和CPU 混合在一起 然後Google 他說既然GPU 這麼成功 我可以 發展一些專門 是真的 給AI的 叫做tensor processing unit TPU 那這個 更加能夠 take advantage 所以它的效果 比這個 GPU更好 那 有些什麼問題 那現在 其實這個 這個系統 類似剛才我所說的 其實它的 GPU 這些其實已經很powerful 可以 做4千個billion 的floating point 就是加減乘錘 每一秒鐘 可以做得這麼快 因為很多 一起做 就是強烈 但是 就 power consumption 方面 就不是這麼理想 你看到 現在最先進的 chips 在這裡 是700W 但是 是 OK 但是 你看人母 它用的 能量就少很多 那麼 我認識個人 那最後很快 wrap up 我可以說多一點 就是 有很多方法 可以在 AI chips 這方面 可以專門 做AI問題 其中一個方法 是用 Botonic 我們中大 有幾個團隊 有幾個老師 在做這方面 所以我很簡單地說一說 就是 其實很簡單地說 我們 這裡 曾漢奇教授 然後 他就 觀察到 還有 有些 研究者 在 Stanford 和 MIT 都有一個 同樣的觀察 就是說 原來 你可以 不用電的 是用光 用光 用光 它有這個好處 就是 能力方面 用得少 加上速度更快 然後 它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複製成數 加數 這樣 所以其實它可以 製造一些 晶器 做到這方面的問題 它可以解決 一些比較 基本的問題 然後我們 我們有一個 黃昭賢教授 他就真的 把 製造了一個 然後 然後 真的可以 製造的 用現在我們 存在的軟件 現在 外面的 TensorFlow 那些 真的製造了一個 所以 可以示範到 用光 可以做到 一個 一個 磁製成的 當然 商業 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 這是一個 有利益的方法 而且真的 看得到 是 省電 低能力 然後加上高速度 那 最後我想 完結這件事 就是 我們有一位教授 叫 胡瓜 他剛才 我剛才說 這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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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哈 過 記憶體其實是一個像抵抗器一樣 但抵抗器可以有記憶的 他用這個東西,他發現可以模特兒 即是表示他想建立一個真正的電腦 這個不是用來做加減性循環 是直接用一個實質的產品 是可以模特兒和抵抗器 他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我今天就講到這樣 剛才我聽到鐘聲了,不好意思 可能過了時了 謝謝Martin 謝謝Martin 下一個講者是李英豪先生 李英豪先生是2006年 崇基信息工程畢業生 他在2012年創辦了QFP 這間公司可能有人用過 都知道很出名 事不宜遲,其他就不要多說了 讓Tim介紹一下 他的題目是流動支付時代的商業變革 謝謝 OK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在CC70周年研討會跟大家分享 很快介紹我自己 我會說我其實是major崇基的 為什麼major崇基呢? 因為其實我幾年大學時間 我大部分時間都是搞了崇基各組活動 我第一年是宿生會 我住文林的 搞了符杯、舍飲杯 之後也是CC53的校慶籌委會 由53年到現在70年 其實就轉眼 過了很多年,但還挺好游身 最後一年都搞了大屋 也是做大屋主長 所以其實我想說崇基 今早其實聽到邱教授的分享 我覺得 的確崇基這個 學院和中大這個地方 其實給予我們的啟發和影響人生很大 我為什麼會創業 其實都是在一年宿舍 其實我突然間在看當年Bill Gates的一些故事 就覺得如果好像他這樣可以創業 可以改變世界 其實是很有意義的事 所以崇基在中大的歲月 我想對我現在人生影響非常大 希望今天我們可以趁這個機會去分享一下 給大家一些我的經歷 我創業的公司叫前方 剛巧經緣巧合 在最近這10年的一個移動互聯網 或者Mobile Internet的浪潮底下 抓到一個改變的機會 其實我也會分享的 就是我覺得說創業 或者說一些商業變化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一個大的 基本的改變 就像手機、AI、5G 其實會帶來很多的變化 剛巧我講上了一個浪潮 做了一個Mobile Payment 就拿到包括Sequoia、Matrix 一些不錯的投資 現在在大陸、香港和東南亞 我們都有很多服務的商戶 我們的最核心就是 我們聚合了全球幾十個國家 因為這個移動支付時代 就出現了很多新的Mobile Payment的方法 以前可能 可能在舊的時代 可能只有Visa、Master卡、銀聯 香港會有八日通 但是現在大家知道 只是香港 我們都可能有七、八宗不同的錢包 其實在每個地區和國家 都有自己的各種當地的錢包 而商戶在運行中 我們的做法就是 我們做完他們之後 就提供他們的商戶 一個很簡單的all event方案 幫他們可以 無論在哪個國家 例如LV、LV集團我們的客人 可以收到不同人的錢 這是我們在香港各行各業的服務品牌 其實這幾年下來都挺多的 如果大家普通的去吃翠華 然後可能坐車乘巴 買東西 例如LV、Chanel、看電影 各行各業都有我們服務的客戶 我其實今天最主要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究竟Mobile Payment 對我們的生活在全球有什麼改變呢? 其實我總結了四個很大的一個變化 第一個就是我們發覺交易成功率 很大幅地提升了 第二就是你會發覺中間 有很多新的商業模式出現了 第三就是在商戶和顧客的關係 出現了社交化 而最後也是一個可能影響很大的 就是一些很創新的金融融資手段 我逐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層改變 交易成功率很大幅度提升 那是怎麼樣的呢? 其實因為我在北京可以創業的 所以其實說回我 其實我2009年去到北京 一年創入前方 其實在那時候整個中國大陸 95%的商業 只能給錢 那就是你逛街 你無論看電影、吃飯 去到任何地方 你就可以給錢 那又出現了什麼呢? 給錢很難 以及給錢很煩 還有很多時候 貴一點點的東西 你會發覺你沒有現金 你要去禁錢 各種的東西 我還記得我其實有一個客人 故事挺有趣的 就是我曾經我自己也喜歡打遊戲 那我就去一個買遊戲店的地方 那時候應該是PS3、PS4 我不記得了 買一隻遊戲 那要幾百元 那我剛好真的沒有錢 那我就要去 那時候北京的大冬天 大冬天呢 零下10度 冷到傻了 那他就告訴你 你走過旁邊 對面馬路而已 就有一個ATM機 你去按錢就可以了 那我真的走了過去 但是為什麼我還沒走過之前 他旁邊有一間 他就說 那一間走進去看 發覺他有個卡 那他有個卡 然後我就馬上說 那間還賣貴10元 那我就說不了 我不去按照我卡 而且我看到 發覺那部卡機 原來是我自己公司的 那這個雖然 都挺演出成 一個當年的真實故事 那我發覺其實你 因為你付不到錢 或者付錢很煩 這件事 其實在整個大陸 以至乎很多的一些 發展中國家 特別是現在東南亞非洲 你會發覺其實 他們的失敗率高達20% 在當年 那其實有了Mobile Payment之後 那我們現在其實在做的就是 無論是我們 或者很多其他不同的 一些Post機 你會發覺他們可以全運 就是一個器材都齊了 總之無論是客人 今天我想付錢卡 我想付手機支付 我想付錢包 包括阿LiPay WeChat 甚至於香港FES 那我這部機器都解決了 那其實這個成功率 高達98% 當然還有一些不成功 可能裡面沒有錢 有些問題 那也會有的 那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還衍生了一些新的玩法 就是 現在其實很流行 最近很流行 大家聽到用了 一億億美金的融資公司 就叫做Buy Down Pay Later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以前就是我們要用信用卡 但是如果發覺新一代 九零後、零零後 現在不用規定卡 他們用Buy Down Pay Later 那是什麼呢? 我現在信我按按鈕 我就有一個Virtual Account 我的Virtual Account 就好像一個新的Mobile Payment 的錢包去付錢 那我就不需要從銀行 不需要去申請什麼規定卡 我直接用Buy Down Pay Later 我如果說 其實我也是沒有錢 那怎麼辦呢? 我還有一個玩法 叫做朋友 找朋友付錢 那就是 你按按鈕 我現在沒有錢了 我現在找男朋友、女朋友 我按按鈕幫忙 發去Virtual Account 按按鈕 你幫我付錢 那其實這些模式 令整個交易非常之通順 那在第二層是什麼呢? 大家交易付錢沒有問題 那就衍生了很多全新的一些 所有模式都出來了 我們看到什麼呢? 就是其實現在呢 其實香港也路逐逐可以接受 就是數碼點餐 那麼數碼點餐其實 以前很煩的 哇 特別是香港餐廳 她說 阿姐 那裡寫東西 然後她說 妳想好嗎? 轉個頭先 然後走開了 那數碼點餐 你走去坐下 那數碼點餐自己按 按完之後按完就是給錢 其實這件事 省了很多人工成本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呢? 走不了單 就是你一給錢落單 你落單的時候還給錢 其實到最後連收穩都省了 那麼現在很多餐廳 在這方面其實做了非常清晰的數碼化 那第二個呢 是零售 就是以前你買完東西 你就走的 買完東西就走到家裡了 說了一句 你要去 offline 特別是現在的疫情 其實我們知道香港剛剛解封了 大家瘋狂出去購物 那其實現在很多地方都有疫情的影響 但是問題就是 你疫情offline不行 那那些店舖怎麼辦呢?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了很多的智慧導購 就是智能導購 就是其實大家之間互相 在online去加完之後 就直接在online收錢 就是online收錢 online收錢,online訂貨 你可以offline拿 或者直接寄到在你家裡 那這是一個遙距的方案 那第三個其實很關鍵 我們看到就是mobile payment 帶來了整個e-commerce 和各種APP 我還記得 有一段時間我在香港看電影 我真的想瘋了 你如果我訂票的時候 入一個信息卡號碼 16個位置 然後進來去又不對 還說要上網 拿一個什麼東西 我真的瘋了 但是實際上 有了mobile payment之後 按那個按鈕 所以立刻給了錢 那這個其實是對電商 和很多virtual app來說 很重要的事情 而中間後面還有訂閱 沒有訂閱購 現在對於一些音樂 譬如說Netflix QQ 這些都很大的幫助 那另外一個 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 那你知道 開了一個另外一個巨頭出來 叫美團 那美團 還有現在很多的一些 叫做新鮮電商 在大陸這邊很盛行 在一個小時內 將東西配送到上門 那這個其實背後面最關鍵的 就是沒有關鍵 就是你怎樣可以按鈕 給錢 然後利用騎手的力量 去送上來 那其實我剛剛 雖然這個沿途會 其實剛剛我的午餐 其實是由一個 過半小時車程的 一個餐廳送過來的 那另外就有什麼改變呢 就是這個順豐的合作 現在順豐在香港 有一千多個快递小歌 以前你要付錢 就一定要有其他方法 那現在同學和我們合作 其實全部有一部專用的 一部Post機 這部Post機 無論是物流的收錢 還是客戶 一些網絡支付的代收 都可以做得到 另外其實 如果你聽到 早幾年 其實有一個 Amazon的最大的 一個 development 叫Amazon Go 就是無人店 其實無人店和無人零售 其實現在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趨勢 那在香港 其實可能會發通過多些 但其實如果去到一個 一個無人店 其實香港的無人店 是比較少的 其實在大陸和美國 現在無人店都幾多 那就是你直接進去 你透過一個App Mobile App 透過大家身份的綁定 和認證 和臉書 進去拿東西 它自動識別 有IFID 有其他東西 然後你走的時候 自動在你的Mobile Payment 的Wallet裡面扣錢 整件事完全自動化 那這種全新的收入模式 其實會出現很多的一些 特別在疫情下 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我們有些客戶 原先 他們的店舖 是說的是 五萬元一個月的 他們用了這種 新的無人零售方法 他們有兩種改變 第一個就是他們 很便宜的店舖 可能幾千元 第二就是 有些店舖 本身是有人的 他們晚上用了這種無人的方法 他們減少了很多人手的成本 之後就延取了服務的時間 另外就是 共享經濟 當中最大的兩個改變 其實看到共享單車 和我們叫做 尿袋 充電部 其實 最關鍵其實還是整個 Mobile Payment 和自用購款 就是 在中間 背後還有一個 技術 就是信用支付 就是其實現在你看到 包括微信資料部 他們有一些信用分 那就是如果你開通了這些信用分之後 他就不需要你去給按金 那其實 每一個這樣的按金 其實 譬如單車按金 可能200-300元 這些充電部 可能要50-100元 那這些按金的免除 後面的自動購款 整件事的一個會員制 其實是所有的共享經濟的一個底層 其實我自己覺得 Mobile Payment 有些像今天邱教授說的數學 數學是所有的科學的基礎 我覺得Mobile Payment 其實是所有的 新的商業公式的基礎 那麼智慧出行 智慧出行 其實現在的做法是 造成是 車牌綁定識別 無論我們高速公路 進去停車場 商場 全部看完你是什麼車牌 就自從扣錢 在後面綁定你的錢包 就不需要這麼麻煩 再付錢 另外一個香港的例子 19年的渣打馬來蟲 也是我們幫助 以前其實你報名 可能是off line 當然這裡 上次 tighten 但上次乎有很禁定 seu 是超過轉帳 其實每次都要過轉帳 就是很快洗 Auto 其實我們幫忙 就把整個賬利 因為今時今日,其實香港雖然是一個貨幣卡很盛行的城市 但其實也還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貸款領域 這個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消費券 消費券其實由一開始,那時候我們自己給現金到現在 這幾期的發放,其實都很成熟 這麼成熟的原因都是因為全港的商戶 現在很大部分都有貨幣貸款能力 直接去綁定前包的扣款是非常方便的 那麼,這麼多的商業模式改變 其實還有一個第三層我們看到的改變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客戶跟客戶之間的關係 其實有很大的變化 過往來說,你去一間,特別是外線店 網路可能比較好,你本身就要登記,有帳戶 有你的聯繫,但外線來說其實很難去建立關係 就真的成為會員 其實都要看回品牌和本身那套CRM怎樣做 但是,有了Mobile Payment之後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直接的變化 就是,付完錢就直接成為會員 基本上現在,很多錢包都有直接 付款和CRM的一個螢幕 就是,你付完錢,你可以直接成為會員 你可以付一個APP和後面的方法 再聯絡一下,提供一些優惠 儲值,各種的玩法 這個是我們跟YSL香港這邊的一個合作 其實通過Payment之後變成會員 其實後面再通過消程序 消程序裡面,即是本身是online offline一起玩 online的時候就可以在YSL上面買東西 賣完東西之後可以offline拿 也可以傳過來給你 其實是一個由Payment 變成會員的一個轉化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大家認為Starbust是一間Copy Shop 但其實大家不知道的 就是Starbust其實可能是全球最大的 一間Mobile Payment的錢包 或公司之一 在美國其實 Starbust的APP的儲值 已經超過15億美金 在15億美金,大家想想一下什麼概念 就是大家為什麼肯處進去呢? 當然有Starbust的優惠 也有方便 其實Starbust在玩Mobile Payment這件事 玩得很充分的 就是用Payment再變成會員 再變成他後面整套的優惠券法房 他的升級 那麼其實很多商戶其實都在學Starbust 最後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有很多的改變 可能是很方便我們生活 有剛才很多商業模式 和商戶和顧客之間的關係 但實際上在商業的底層 其實有很多資金的需求 那麼其實在全世界 其實所有的SME 其實我們都會發覺 其實他們的融資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為什麼SME融資困難? 因為其實他們的規模小 他們沒有什麼的信用 他們沒有什麼很明顯的信用 或者他們實質的東西抵押 而銀行也覺得和它做生意可能成功很高 所以總體來說融資很困難 但是Mobile Payment的出現 其實在基本上改變了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 其實港交所的前主席 李小佳Charles Lee 其實推出了一間新公司 叫迪本通 MicroConnect 那麼其實他這個創業 其實是一個很偉大 和很大的創新 就是他們通過這個Mobile Payment的數據 通過收銀機的數據 去做一個每個店鋪的連鎖店 的一個投資分成 那麼變了說就是你不需要 不需要有剛才說什麼抵押 擔保啊 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 怎樣的做法 就是通過數據去做分析 分析完之後 他們就做單店的投資 而另外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因為有每天的Mobile Payment的錢 他們可以做每天的一個資金的回收 那麼這件事其實以前是完全做不到 無論是數據和資金回收也是做不到的 那麼李小佳 其實剛剛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他們在上星期 上兩個星期就沒有了一個B輪7000萬美元的融資 就是專門做這件事 那麼我們都跟他們深度合作 那麼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和銀生銀行的合作 就是我們和銀生推出這個商業數據通 其實玩法是小遲的 都是通過Mobile Payment的一個流水 一個數據去互補銀行 去幫銀行做出這個信貸的一個判斷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什麼事 就是因為有了Mobile Payment的出現 一些原先沒有credit的一些中小企業 特別是店鋪 我們已經看到幾樣東西 他們的家業數據完全電子化 他們的資金可以完全管控 其實整個融資就由一個很難融資 變成一個有效融資 那麼無論是李兆家 Charles Lee那邊的滴滾空 還是銀生銀行的一些玩法 我們都看到其實是 現在對現在很多商業形態上面 特別是SME這邊 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和我多些交流 可以電郵我 謝謝 謝謝Tim 很精彩 一會兒要有很多問題問你 下一個講者就是歐國威教授 歐教授是我們現時中文大學的機械 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的副教授 同時間他也是香港政府下面的 創新香港研究平台規劃中 開設的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的 聯名主任和創始人 歐教授在1997年和1999年分別 在機械工程及自動化工程學系裡面 分別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 之後他附伯美國在2007年 在麻山理工獲得博士學位 在2016年他回來中文大學任教 之前他在美國一間公司叫做 Intuitive Certical Incorporation 生產品開發部門裡做工作 而且參與過 達文西外科手術系統的研發 而且做得很成功 歐教授過去發表了約50篇國際論文 而且獲得17個美國專利 以及不少創科獎項 事不宜遲 今天Samuel跟我們分享的題目 就是外科手術機械人現狀和發展的趨勢 謝謝Samuel 多謝主席 我想問主席你聽不聽到我說話 聽到,很清楚 第二樣就是 螢幕的視頻現在是否在全螢幕的狀態 是的,沒錯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我在手術機械人的研究 以及過去的經驗 我是歐教授 我是在機械自動化工程做副教授 同一時間也是聯名 是在機械自動化工程中心 這個中心是Yeno Hong Kong支援的 稍後也會觸碰一些地方 也是周若浩的研發中心 在我開始說今天的主題的時候 首先想多謝今天 因為我大部份的主題 有時候都是和其他不同的組合合 首先想多謝他們 有Professor Liu 也是機械工程系的教授 還有他的團隊 第二個就是Professor Kok 還有他的團隊 是Hong Kong Yu的機械工程系教授 還有Professor Philip Chu 還有Professor Jason Chan 他們是護士 是在CHK的工程系教授 也有Professor Dauce 還有他的團隊 他們是CES的工程系教授 當然多謝我們 MAE的工程系教授 CHK的工程系教授 最主要有三個 一個就是在Impere College 裡面的Hamlin Center 另一個就是ETX Shewick 和Professor Brad Nelson的合作 第三個就是 John Hawkins University的合作 主要都是和 Professor Russell Taylor 和他的團隊合作 最後想多謝 剛才說過 Multi Scale Medical Robotic Center 多謝政府 和Ynho Hong Kong 給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我們建立一個Center 我和Professor Philip Chu 就是這個Center的Director 我們的位置在Ynho Hong Kong 因為有一個Center的時候 在香港發展 Methical Robotic 醫療機械人的時候 就加速了很多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儀器 包括MRI machine Sigle City 我們在裡面 可以做動物和屍體測試 亦都是在Hong Kong 在一個Hong Kong Science Park 裡的環境第一次做這件事 過去也很成功 之後我講的一些研究 也是在這裏發生的 大概 多謝的話就這麼多 我可以 解釋一下 今天的方向 今天主要想講 過去手術機械人的發展歷程 和將來的走勢 當我講話的時候 都會想到 今天主題是講AI 人工智能 以及其他的科技 我相信 當我們講到人工智能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會聯想到 自動化的駕駛 特別是在Google 雖然現在很多有其他公司 是走這個領域 但是在2008之前 或者是早期的時候 其實Google是最領先的 很多人都會當Google 是一個先鋒的 在一個自動化的駕駛 但是如果 當我們再看遠一點 看回汽車發展的歷史 其實當我們講自動化汽車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前者 前人已經用了一百多年的歷史 去建立一個環境 一輛車是很穩定 當車很穩定的時候 我們才有機會去想自動化 這個是我在回據汽車的歷史裡面發現到的 我現在就去看手術這個歷史 其實手術的歷史是很長的 但是手術裡面那個科技的發展 它是很短的 其實很多年 之前在左手邊 短時間之內 過去很多年都是一個開空的手術 裡面產生很大的創傷 但是在80年之後 就開始產生了 這個 腹腔鏡手術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當時有這個 CCD CCD 鏡頭的發展 令到我們可以做到一個 endoscope 可以在身體裡面 去看裡面的organ 而需不需要打一個很大的動 那就產生新的手術的領域出來 那麼最近有些人也都會用一個 叫做單孔的手術 是令到我們的手術的切除的傷口更加細 那麼從這裡看 就是整個手術上面 是創傷越來越少的 進展 但是同一時間 當創傷越來越少的時候 也都帶來另一個問題 就是去控制手術的工具或者儀器 是越來越複雜的 其實本身做一個手術 都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不單止要精準 但是也同一時間 因為在手術裡面 我們經常都有機會 去跟不同的身體的Tissue去交接 而這些Tissue其實是很複雜的 也是軟體軟組織來的 是它的dynamic的變動很大 是不容易的 另一方面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的手術 我們做手術的Tissue 仍然是很簡單 大部分都是Widget的 Shake的 即是直的 不懂得變通的 不懂得轉彎的 而很受到醫生的眼睛和手的控制 而決定手術的結果 其實你看到這個影片就很清楚 其實後面有一隻手是另一個医生的 做一個普通手術 可能很多時候是兩三個醫生一起合作 其實在當中你會產生很多 合作問題 又或者有其他風險 因為有合作的時候就有風險 所以整體來說 手術本身是一個要學習的時候 需要很長時間的 要很多年去處理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大概90年代的時候 很多研究學者 就嘗試用Robot進入裡面 帶進去手術裡面 因為Robot本身穩定性很高 也都靈活性很高 在一個很少的地方 也可以做到很多靈活性的 而且也有機會 不僅是提供兩隻手 可以提供四隻手或者五隻手 這些就是手術需要的 其中一個手術機器人的代表 或者一個表表者 就是達文西的手術機器人 在影片中看到 其實一個手術機器人 可以很靈活去穿針 而做的動作 也可以很細微 而且手術的工具很細 可以進入身體裡 而且在一個很小的服腔裡面 都能夠做到一隻精小的手術 那你就看到 這就是真人裡面的一些影片 他們看到一些逢針的手術 在一個這麼小的環境裡面 如果是普通的人手術 是絕對不容易的 而傳統的手術 很多時候是一個比較大的洞 但是用機器人的時候 就可以很容易做一個很小的洞 進入裡面 也能夠完成手術 有些手術機器人 是更加把手術的創傷縮小 由幾個洞變成一個洞 這個也是我以前 在達文西機器人的公司裡面 發明的一個產品 這個可以看一看他的影片 在這個影片裡面 你可以看到整個手術機器人 有一個靈活性和精準度 他就用一個例子 就是嘗試把一個 蒲蒂籽的皮放回去 然後輸長回去 那你就看到整個手術機器人 是能夠在一個 可以做到一些很精準 很仔細的動作 而最後的影片 你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動作 全部都是一個很小的瓶 有一個單一的入口進入去的 那大家知道 將來可以用到這個機器人 是做一個我們叫做 Single Incision的手術 那剛剛說了很多有關 技術手術的能力功能上面 另一個問題就是 當有這麼好的功能 究竟這些手術機器人 有沒有被人應用到 在真實生活上呢 還是還是好像我們以前 看一些科學雜誌 或者一些sci-fi的movie 只會出現在那些movie裡面 其實現實生活已經被普及化了 如果你看回這個表 其實過去很多年 每一年都是雙位數字增長 如果你看回2021年 立文西機器人 用在手術上已經過150萬 只在一年裡面 剛剛在過去的2020年12月的時候 他們一共在十年之內 十五年之內做的手術有 一千萬個 所以其實可以這麼說 機器人做手術已經再不是一個 而不僅是一個事實 而且也是一個普及化現象的趨勢 如果你看回這個收益 也是可觀的 也是一個很合理的行業 看回2021年的收益 是有五十一七億美金 大概是四百四十億港幣 其實絕對是不少的收益 而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市場 在2020年 就是今年 以今天為止 大概有一千億美金 也就是大概有八千多億港幣 所以絕對是一個不少的市場 剛才說過 就是從整體的數量的影響 對手術的數量影響有多大 另一方面其實也可以看回 究竟在某一個手術裡面 如何改變手術的方法 現在我展示這個鏡頭 就說出機器人的手術 在美國的子宮撤除手術的 對手術的影響 傳統來說 在2005年之前 其實大部分的手術 都是開胸手術 如果是做一個子宮撤除 我們叫做Historetomy 而當我們說開胸Historetomy的微創手術 在那時候的比例其實很低 大概都是10% 但是自從機器人發展之後 它就令到很多人可以接受到微創手術 去做Historetomy 在2013年的時候 已經說到2013年 現在應該這個數字是不止的 已經有76%的人 是可以透過機器人 去享受到微創手術 做這個子宮撤除 所以其實機器人的手術 絕對不是一小撮人可以做到的 也已經是去到主線 但是也有很多困難 其實做一個機器人 如果是這麼有影響力的時候 為什麼好像市面上 暫時來說 可以說在軟組織的手術 只有一間公司 就是Intuitab室是獨大 為什麼會有現象 其實其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手術裡面 要做一個手術機器人 絕對是很複雜 要面對的問題是很多很多 就好像跳一個牙一躍 絕對不容易 有很多機器人手要同一時間運作 裡面有很多的算法 安全性、有效性 然後很多手術工具 清潔、清洗 還有最重要就是 當這些工具、這些機器人 可以拿出去賣之前 是要經過不同國家自己的認證 才可以出賣 例如在中國就要有 NMPA的Certificate 現在在美國就有USFDA 過這些的 recuratory approval 絕對不容易 所以過去裡面 其實不是很多成功例子 如果剛才那個 已經是過去或者到現在成功的例子 其實是 複雜能力對整個感覺是影響很大 就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將來究竟會走什麼方向 那 好像汽車一樣 如果當一部車是穩定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到Octonus car 究竟現在我們是不是去到這個地步 是不是我們一個平台可以穩定到一個地步 可以做一些全自動的手術 還是我們所說的手術機型的平台 未到的地步可以去到全自動 這個也是其一個很多人探索的 如果在我們的領域領域 其實主要兩個方向現在是在想的 第一個就是從economics的方向去看 第二個就是從surgical capability 手術的能力去看 economics很明顯就是 就是想令到手術機器人更加 affordable 是更加增大它的 accessibility 因為現在的手術機器人 過去十年都是很昂貴的 那究竟有沒有辦法 有些新的技術令到它便宜 便宜一些 很多不同的醫院都可以買到 這個不是我今天最主要的討論 但是我可以討論 就是過去三年裡 其實我們在中文大學都有一個spin-off company 就是想解決這個accessibility 和affordability的問題 過去三年裡 我和其他中文大學的校友都開了一間公司 叫做cornerstone robotics 在那時候只有五個人 過去兩年半到三年的時間 差不多由五個人到現在 就有250人的公司 裡面有150人是研發的團隊 我們現在的公司 就有R&D裡面有三個地方 在香港科學院 深圳的南山 和美國的波士頓 過去兩年半 我們一共籌集了多個 一億美金的資金 大概八億以上的港幣 那這些就是我們以前在很早期的時候 開公司之前一個很早期的Protect 那我們的目標 好像之前那樣說 其實是真的想令到更多病人 可以有機會享受到手術機器人 帶來微創手術的好處 希望能夠做一個便宜 和真是解決到臨床問題的機械人 是做附近的病人 那這個就是我這間公司開展的目的 它也是中大一個spin-off 那好像剛才這樣說 今天主要的目標 都不是討論那個economics的問題 而是看一看究竟 將來在手術的capability裡面 我們可以如何增加手術 令它更加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那雖然剛才我講過 不好意思 過去手術機器人都很成功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未發展的地方 又或者是一些很難挑戰的地方 因為傳統的機器人都是拼絕的 他們的靈活性是不夠高的 但是當我們看回身體裡面 其實有很多地方 你是需要用油性的機械人才能進入到的 譬如身體的血管 又或者你的GI裡面的腸位 腸或者肺 又或者腎 又或者ENT裡面很多不同的地方 又或者NSPI 或者其他口 其實那些地方都需要一些很小的機械人 也是油性的機械人 亦都需要有很多的intelligent 所以其實接下來很大的方向 或者整個FU的方向 都是走一個叫做 Intelligent Flexible Robotic Surgical System的方向 舉個例子 這個其實是一個圖 是讓大家看到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一個完全FU的系統的時候 其實很多現在我們面對的手術的創傷都可以減少 這個只是一個 ideal的個案 如果一個引擎完全可以像蛇一樣 轉進腦裡面去拿走裡面的Tissue 其實很多我們現在面對的打開腦的骨的手術都已經不需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真的很需要去發展 首先發展這些平台 然後在平常裡面再增加平台需要的intelligent 或者一些AI上去 我們再看看 究竟自動汽車和我們現在所說的 intelligent Flexible Robotic System有什麼分別 例如自動汽車 當然它裡面的腦子很重要 但是看回身體裡面 其實跟傳統汽車沒有什麼分別 它都是很硬正的 但是因為我們要挑戰人體的身體的時候 特別是想可能經過一些自然管道 或者是一些很微細很狹窄的空間的時候 我們這些機械人是很需要是 flexible 或者是 soft body 而且是需要很細的 體型是不同的 所以在整個研發過程裡面 我們有三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要在感應器上有不同 以及在新機械人的設定會有不同 另一方面就是 那個機械人進入那個地方的時候 在身體裡面的時候 其實就像是車的一個自動汽車一樣 它要在一個賽道上面走 它是需要有一個GPS和一個圖像 它來幫它避免 但是在一個身體裡面的時候 由於身體裡面的變化 可能有時候我們的圖像是不准的 因為很多時候身體裡面的 anatomy會有一定的改變 因為它裡面的脂肪是軟的 特別是當你有個robot放進去裡面的時候 robot和那個身體是有interaction 它會推動那個organ 又或者推動其他anatomy的時候 變成整個圖像是變成的 而且它們很多時候有很多不同的 是可以使用的 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很需要有一些 dynamic的 圖像的 或者一些特別的 GPS 是讓我們用在 robot上面 同一時間也是需要 一些特別的 robot control 所以在這個方向研究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 大部分整體上面 在整個領域裡面 都會從四方面走 一方面就是 sensing和 navigation 另一方面就是 robot design 第三方面就是 intelligent control 第四方面就是 surgeon intelligence 一般來說 在整個領域現在的 向緊的方向 都是走這四方向 以下下來 我就會說一說 我們的collaborator 和我自己合作的時候 在這四方面的發展的歷程 有一些結果 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方面就是 要做一個 我叫做anatomical GPS 當我們有一個robot想進去身體裡面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一個迷宮一樣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 那個robot的位置 相對於 那個anatomy 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不會產生人物傷害 不過呢 有個問題就是 這些robot很多時候是 facible的 所以我們有些需要 就是一些facible的感應器 另一方面 這些感應器一定要很小 如果不是 就不能夠做到 在左邊你看到 我這個影片的時候 就是一個 我以前做的 我們以前做的 我以前做的一個感應器 就是大概好像頭髮一樣 這麼幼 但是少於200micron的感應器 就是一些optical laser 寄進去裡面的時候 可以量度到整個facible fiber的 的形狀 那你就可以用來去 測試那個shape of catheter 我們這些叫做 FPG-based shape sensing 另一邊就是 一些很小的感應器 可以幫到我們去把 就是那個 hardware 的 location 和MRI 的位置 連結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做到那個圖 另一張照片 就讓大家看到 究竟我們怎樣 可以在一個特定的例子 去演繹出來 舉個例子 如果我想有一個facible robot 我可以把剛才我所說的 一個facible sensor 放在裡面 無論你的robot怎樣 我都知道它的形狀 然後呢 但是這個robot的 location 相對於那個anatomy 是就需要多一個sensor 就是我剛才所提及的 mr checking的sensor 因為那個放在裡面的時候 就可以用mr guide的system 去知道這個robot 在mri的環境裡面 在哪個位置 也都將它 map 到anatomy 下一個影片 可以看清楚一點 比如舉個例子 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們是把facible sensor 放在catheter裡面 在軟體的機械裡面 當我們移動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 無論那個facible robot 是bensing怎樣的式 我們都看到它的 motion 和整個式都能量度 因為我們有facible sensing 另一個圖就是 我們將一個mr marker 放在一個tip of一個tool上面 然後當我移動這個tool的時候 在mr base的環境裡面 我們完全知道location 將這東西 combine的時候 就會在下一幅圖上移動的 其實很多時候 當我們做手術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用mri 可以照著它 而如果把我們先 那個facible tool 放在mri的環境裡 進入去 舉個例子 有一個手術就是 希望將catheter放在心臟裡面 如果心臟跳動的時候 整體在mri的整體上 我們完全可以知道 它在哪裏 相對於anatomic 這個就是我們做的測試 就是這個catheter裡面 有一個mr sensor 也有shake sensing 以至我們知道 它在動動的時候 在哪個位相對anatomic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anatomical GPS system 這個東西我們都會繼續研發 而另一方面就是 剛才說過 因為我們要 deal with 很多身體裡面 很小的組織 以及一些很狹窄的空道 其實我們要做一些很小的 device 也都要做一些會facible 會是游性的機械人 在過去的10年裡面 我自己和很多團隊的 合作團隊的人都在這裡參與很多 這裡有幾個例子 當我們有這些游性的時候 其實是很需要控制得好的 我們都有一些特別的控制 可以令到我們產生出來的 performance 是高過一般你看到的robot 很多時候你看到robot很小 但是它的速度很慢或者不精準 而在這個V裡 你看到那個robot可以動得很快 而且最後也可以停在中間 就是用了我們所說的一些 fiber optic sensor 加上一些特別的 mechanical design 這裡也看到 雖然這個是facible robot 但是如果有適合的控制 以及適合的 sensor 你可以快速過一般正常的軟體機械 而最終的目的就是 希望是做一些新的 behavior 可以容許他們在一些很狹窄的 身體的環境裡面做一些手術 比如這個特別的軟體機械裡面 是用到剛才說到那個facible sensor 去做一個高速的 feedback control 令到它幾時都維持在同一個 的configuration裡面 如果你幻想這個robot 是有一個 laser的時候 它就可以無論你的 tissue 如何推動它的時候 都可以 aim at 同一個位置 去瞄準那個 cancer cell 去 upgrade 它 除了一些 tools的控制的時候 我們也有另外一些方法 我們叫做model phase approach 或者比較用一些AI的 偏向AI的 approach 去處理這個控制問題 比如這裡 在這個vido裡面 我們就是 這個手術裡面 這個robot的控制 是完全自動化的 我們是用一個完全自動化的方法 去做一個 autonomous structuring 而裡面你看到我們involved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中間的object是soft的 當有soft object的時候 如果你用一個普通的 策略調查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精準進入的 所以我們有一些特定的 就是intelligent control的方法 是可以做到 那個deformation of the tissue 仍然維持到 我們想要 go through 的 shape 這個也是我剛才 給你看過的影片 其實剛才的影片裡面 是整個sensor 是用一個 的intelligent control 去檢查一個 好像一個infinity shape 的 trajectory 那如果是一個ridged 的robot 其實這個task很容易 但是因為 是soft的flexible robot 裡面有很多hysteresis model uncertainty 就不能夠用普通的 傳統的model based approach 去做 我們需要有很多的 用一些AI 或者我們叫做model 3 的approach 去 predict裡面的disturbance 以致我們可以 仍然compensate 去維持精準的checking performance 那這一部分就是 在說控制的 那最後 Camiro 我們可不可以 可能要 你說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好 之後我有兩個幾個video 就是 在機器智能裡面 我們也做很多 就是 譬如這個video 就是看到我們 可以用AI的方法 知道 人手做的 通常 然後做很多判斷 左邊也是 用AI的方法 可以看到每一個 你做什麼 其實 手機器是知道的 無論是不動 他都知道的 而最後 當然就是希望 可以自動 做手術 這件事 我們正在開始 就是有些完全 用AI的方法 去學習 如何做手術 如何做一些簡單的手術 的項目 亦都依靠在操作 手術裡面 今天沒有時間 做了這麼多 其實最終 都是希望可以 延伸手術 其實在過去 剛才你見到的 其實已經應用在 真的手術裡面 譬如 我以前做一個 我有份發明的 一個產品 叫做Da Vinci Iron 的時候 現在已經是用在 真人的肺科手術裡面 是可以在一個口裡 進入肺 而不打開任何洞 去做一些 Biopsia的工作 現在FDA 已經批准了 而在同一時間 我們的群組 和其他群組 都合作了一些 用Flexible robot 去做一些 Skull Based Surgery 的探測 特別是 Endoscop 我們也做了一些 屍體測試 可以從鼻子 進入一些深的 Sylos裡面 是傳統的 Manual手術 做不到的 而我們也 用一些 現化的 一些 手術工具 可以轉洞 和上螺絲 讓我們在一些 很狹窄的地方 都可以做到一些 很複雜的手術 這也是我們在 MLC裡面 用2 去做一些 屍體的測試 結果 我想我會停在這裏 最終究竟 我們將來 手術 究竟要去哪裏 我覺得 還有一段距離 如果我們 要向到全自動的手術 但是 我們已經是 一個很好的方向 我們還在 建造一輛車 希望很快可以建造一輛 真的全自動的車 這就是我的展示 差不多了 好 謝謝Samuel 不好意思 不要說太多 我們一會兒討論的時候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們另外一個 講師就是 Benson 吳顯剛先生 他是我們 中文大學崇基的畢業生 也是 我們 系統工程系的 學士和碩士的 他也是我們 工程學院的 二十五周年的 其中一個校友 他現在就是 EMY 即是安永的 伴侶 可以長話短說 教授王 今天可以介紹 多一點 你很厲害 今天他跟我們講 一個很流行的題目 就是AI 和Metagosh 商機 和社會的風險 請問Benson 麻煩你幫我 製作POWERPOINT 旅程 謝謝 像Dr.王這樣介紹 今天是 從機七十周年 也是我踏入中大 第一天的三十周年 好像離開了三十年 回頭的時候 還是學生 剛才 歐教授 很驚訝 令我覺得 現在中大在做的事情 達到 Netflix劇集的 這個級別 哈哈哈 其實太厲害了 有沒有 POWERPOINT 今天其實 我自己本身 是一個商業顧問 在EY 我主要幫客戶 做一些商業計劃 簡單來說 經常是回答客戶 關於今天 明天 後日的問題 是什麼意思呢 客戶很想 了解一些 叫做新的技術 到底對他們 在後日的影響是怎麼樣 為什麼是後日呢 因為通常 如果你只是計劃 是為明天的話 到你計劃完 已經到了明天 沒有足夠的前瞻性 所以我幫很多客戶 就是說 當一些新技術 產生的時候 就會看遠一點 看多一天 其實 近這一年 或者近一兩年 其實很多客戶都開始問 就是 人工智能已經到達了 超級成熟周期 就好像最初 跟馬田所說 而Metaverse元宇宙 就很興起 大家在很多的 這個叫做報紙 都會看到 這個叫做術語 那我們的客戶 都開始問我們 就是說 其實安永 怎麼看元宇宙 AI 對我們的商業機構 這個叫做前景呢 所以我們做很多 這樣的規劃 今天我想我會 分享多一點 就是關於 Metaverse元宇宙是什麼 裡面有什麼特徵 還有它帶來的一些叫做 機遇 In particular 跟AI 就是合作 合流的時候 會怎麼樣 最後也會說一說 就是會面對一些什麼 這個叫做挑戰 那這些挑戰 是什麼意思呢 是的 下一頁 下一頁 麻煩你 下一頁 其實元宇宙 在我們的分析裡面 我們會看到 是包括了有兩個層次的 我們所謂的 叫做小宇宙和大宇宙 那不是你練氣功的那些 所謂小宇宙的意思是說 元宇宙這個技術 其實不是今天才有 其實有了很久的 最早期是在遊戲領域裡面出現的 泛指就是通過一些很沉浸式的技術 能夠令大家在一個叫做 虛擬的世界裡面 進行一些叫做遊戲 或者是跟一些其他人的交互 而形成的一些技術 那所謂的小宇宙 其實就是當你這個叫做環境 是獨立的 是這個孤島來的 跟其他的這個小宇宙五年通的時候 那我們的分析和這個叫做預期 認為當這些小宇宙打通了 變成大宇宙 就是所謂大街的這個叫做環宇宙的時候 在未來的五年裡面 它會產生接近八千億美元的商機 是的 那為什麼環宇宙 或者叫做小宇宙到大宇宙 在這一刻會是一個成熟的周期呢 其實最主要都是得力於 就是剛才另外一位的這個朋友都說過了 就是那個交易的這個平台 和交易技術的成熟 過去在這個小宇宙的階段 其實那個交易或者交易給錢 的這個叫做機的技術是未夠成熟的 那現在其實因為這個叫做區塊鏈 因為NFT 這種去中心化的這個金融 令到其實環宇宙 它能夠提供到內容 同一時間呢 保護到這些內容 和為這些內容進行定價和銷售 那麼經濟模式的回圈呢 就能夠閉環到 所以呢 所以呢 才會是說現在看到原宇宙呢 其實會是一個很成熟的 這個叫做商業化的周期呢 其實 那另外一邊也是因為那個叫做沉浸式體驗的 因為以前的一些叫做電腦遊戲呢 其實那個解像度分辨都非常低 那現在有了一些新的 譬如說一些新的這個顯示器呢 它比人眼的感知能力更加高 那令到那個沉浸式的體驗呢 是能夠是比真實更真實 那產生了就是說 去到一個程度呢 原宇宙正式是會令到大家是樂不思熟的程度 是的 那再下一頁吧 麻煩你 Janny 那到底其實大家對原宇宙那個叫做興奮點在哪裡呢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認為就是 原宇宙 會不會是下一個世代的去中心化的互聯網 就是大家都可以參與的 不是只有某些人可以這個叫做壟斷的 但是會有一些新的這個叫做社交網絡的認識 是的 又或者就是說原宇宙其實太吸引大家的關注力了 那其實我現在投入宇宙裏面呢 我就可以獲得一個叫做廣告的效應 是的 或者一些數碼經濟的這個叫做投資 是的 又或者是這個原宇宙呢 其實變成我可以好像上帝一樣呢 就是我可以幻想到的任何東西呢 我可以通過數碼化呢 能夠在原宇宙裏面呢 就是實施到我任何能夠想像到的東西 而真實呢 大家會在原宇宙裏面所感受到會這個做的東西呢 其實今天並不是說差很遠 在裏面你也會獲得這個叫做娛樂 我們會在其中就可能是通過新的交易模式 能夠將一些數碼化的這個資產呢 進行這個叫做交易購買 或者轉售提升價值 它會提供我們更加暫身一些 這個叫做社交的渠道 讓我們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去到這個進行這個叫做交互 表達我們自己呢 還有也會有很多時候呢 更加多是會做一些我們每天都做的事情 其實是的 那反而其實是做這些我們每天做的boring things 從我們的角度來說呢 反而是原宇宙是未來最大的商機 其實 因為當我們能夠是 將這些大量的這個叫做無聊的這個叫做工作 在一個暫身的環境裡面 以一個很低的價格成本去進行的時候呢 那在商業上面能夠實現的那個叫做價值創造呢 是非常之巨大 包括了可能你們也會見到一些 就是說虛擬的這個叫做會議 或者一些我們可能平時我們要租用 花幾百萬幾千萬 租用一些很大的會場 去到這個叫做進行的一些叫做這個 trade show 或者譬如好像今天這樣 那那個成本其實會低很多 還有可以允許很多人 以這個不同的形式去參與其中 正正是這些叫做很 boring things 反而會是原宇宙呢 未來呢 能夠可以產生莫大商機的地方 下一頁 麻煩你 Janny 那原宇宙其實 有另一個角度就是說 因為原宇宙要實現呢 它差不多是要將我們的叫做 見實 重新翻版一次 在那個虛擬空間裡面 所以它基本上面呢 是會令到很多的這個叫做技術領域裡面呢 都會帶來一些投資和資金 還有一些需求 那這個其實只是其中列舉一些 包括了大家會見到一些就是 VR啦 虛擬現實 其實更加多現在說就是這個叫做混合現實 就是怎麼樣我們可以將這個虛擬空間 能夠落實到在真實的空間裡面 令到這個虛假呢 就是虛實之間呢 這個界線呢 是並不清晰和沒有了 那另外一些就是這個人工智能 那最開始王教授都說了一些 就是關於AID chips 那裡面其實有非常之大的應用的潛力 那個技術的要求都很高 物聯網啦 5G網絡啦 區塊鏈 剛才提到過啦 怎樣可以令到一些叫做虛擬的這個叫做物件呢 能夠被保障和被定價啦 手機啦 其實手機都是這個很關鍵的 怎樣可以令到手機有很高的這個處理能力 那本身它都會促進了這些叫做移動裝置的這個疊代 所以也都會為就是手機的這個叫做設計者呢 帶來很多商機啦 一些叫做遊戲的引擎啦 甚至就剛才可能QFP那樣樣 一些payment啦 因為沒有了叫做交易的手段呢 其實那個內容本身呢 是不能夠商業上面能夠持續 它必須能夠有一個叫做支付的手段 進行這個叫做買賣啦 那元宇宙才能夠是變成一個有活力的經濟體 那所以元宇宙本身會促成呢 這些多種多樣的技術的這個叫做蝶代 和這個需求 下一頁吧 Jenny 謝謝 那有些什麼人會是推動這些技術的時候 能夠可以從中獲利的呢 或者能夠可以創造更加多的價值呢 那我們如果從最底看啦 那剛才那些技術當它被創造的時候呢 一些是這個基礎服務Infrastructure的運營商 就是由這個叫做雲計算的數據中心 或者是香港的一些5G的這個叫做網絡運營商 和一些人工智能晶片的製造者 到最上面一些我們會見到 一些是開發一些帶來暫生用戶體驗 一些應用的這個叫做公司 比如說我們見到很多Roblox 或者我的世界Minecraft這些遊戲類型的 或者一些會議的這個叫做軟件 那這種創新的這個內容型的這個叫做公司 其實都會獲得很大的商機 而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原宇宙可能會帶來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是給一些就是這個藝術品的這個叫做交收 和這個叫做交易的 而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其實香港是有一個很得天獨厚的位置 在整個世界甚至整個亞太區 我們是在藝術的交易裡面 本身在沒有原宇宙之前 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輸楼 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關於智能產品IP 例如可能黃教授最初說的晶片裡面的設計圖 那這些IP的數碼化的資產 其實在原宇宙的環境裡面 都會有一個叫做很好的交易的空間 可以是能夠令到這些數碼化的這個叫做資產 進行這個叫做交易和這個叫做流轉 是的 那我今天其實想說的 除了是這些的這個叫做參與者會得益 就是人會得益之外 我們接下來看到原宇宙 還有一個在暫身一些的角度 第六頁,麻煩你 是的 原宇宙其實除了對人是有用之外 其實它對機器也很有用 為什麼呢? 有一個近期的一些例子 大家會看到在美國有一間大學 它做了這隻機械狗其實很多年 那之前這隻機械狗 如果用人的方法去寫一些叫做固定的程式 去教它怎麼走呢? 它走的時候就合作 那它後面就應用了一些 好像最初黃教授所說的一些深度學習的方法 在一個叫做虛擬空間裡面 讓那隻機械狗 自己在虛擬空間裡不斷地自我嘗試 去培訓它如何在不同的地理環境裡面學習 去運行 那最終呢 它反而是能夠這個叫做 學習到一個形式 就無論是那個叫做真實世界環境裡面怎麼樣的時候 它都可以是這個走來走去跑來跑去上山下坡一樣 那所以其實原宇宙有可能 另外有一個叫做 暫身一些的叫做角度就是說 它除了是能夠服務人 用人工智能服務人之外 原宇宙也可能是一個幕階的環境去服務人工智能機器本身 機器可以通過原宇宙的這個環境裡面有很多真實的人 真實的交易 真實的發生的過程當中 能夠吸取到大量的這些培訓的信息 從而能夠培訓它 好像這個機械狗一樣 在那個環境裡面是動態這樣走來走去 那這一種就是 一種新的人工智能的第二階段的這個叫做工作 因為第一階段的人工智能可能主要是一些 靜態式的應用 譬如應養、應圖、應聲音、應文字 第二階段動態式的人工智能的應用場景 包括了運動、規劃在一個時間性上面 原宇宙也提供了一個很完整和理想的環境 讓他們可以學習到 下一頁,Janny,麻煩你 我們會看到傳統一些叫做機器學習 所需要的這個叫做參數 可能是這個叫做五百億、五十個billion 那麼到我們在一些再複雜的 一些剛才說的 一些規劃性的這個叫做學習的場景 它需要的參數 可能差不多是五千億個參數 那麼這些數據呢 在傳統環境裡面其實很難獲得的 那麼在原宇宙的環境裡面 就非常的理想 因為本身它是一個開放環境 那麼不同的人 將他們的這個叫做運作 是自動記錄在裡面 那麼令到它會產生了很大量的數據 能夠不斷地培訓一些叫做複雜一些的 譬如現在很多 我們學會開始問的 這些叫做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強化學習一些的這個叫做場景 能夠培訓出一些 能夠有更高功能的 一些叫做人工智能的這個叫做 的系統 其實是的 那麼再下一頁,麻煩你 是的 那麼所以原宇宙其實對人的這個叫做應用場景有 其實對這個叫做人工智能的這個應用場景 那麼但原宇宙也都會產生另外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叫做問題 就是因為原宇宙本身它首先它是數碼化的 在裡面可能我不太容易分得清楚 到底哪個機械是哪個人 是的 那麼當原宇宙這個叫做在獲得大部分的這個採納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很容易會搞不清楚到底哪些是真人 那麼未來呢,需要有一些規範就是搞清楚 就是說 到底我們跟它交互的那個叫做角色 它能不能夠對它跟我們的交互作用負責呢 譬如說你在原宇宙裡面如果你查詢一個投資顧問 那麼它其實你可能分不清它人是這個叫做電腦的 或者可能既是人有的電腦的 那麼到底它提供給你的這個訊息 那個accountability在哪裡呢 那麼所以這裡裡面原宇宙都會帶來一些叫做商業上面的挑戰 是的 再下一頁,麻煩Johnny 那麼所以總括來說呢 我希望再提多幾點 那麼未來發展原宇宙呢 有幾方面都挺重要的 那麼其中有兩方面呢 我覺得跟可能崇基都有一定的這個叫做關係 第一部分呢就是所謂道德的問題 那麼到底 嗯 可不可以負責任的呢 那麼有沒有相應的這個叫做規管的規例呢 其實是 我們會面對回呢 在早十年呢 在e-commerce剛剛興起的時候的問題 到底虛擬空間裡面發生的這個叫做事情呢 它是應該按哪個地方的法例去仲裁的呢 是的 又或者是這個叫做 所以大家再想多些關於宇宙和日空智能的東西 是的 那麼分享到這裡了 謝謝 多謝各位講者 時間差不多了 那麼 是不是 我們 可以拍一幅相片 好嗎 一起 我們大合照 我們請傑Sir 幫我們做一幅大合照 嗯 請傑Sir幫我們做一幅大合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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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好厲害 好厲害 現在呢 正式可以宣佈今天崇基70周年校慶的研討會 在上午和下午的環節已經圓滿結束了 但是呢 我們精彩的節目還未完的 因為呢 明天還有另外一個環節 就是社經與人民 大家不要錯過了 因為明天已經是最後一個環節 那麼明天九點半 大家有時間再來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和聽一下大家的其他講者 多謝大家 明天再見 好 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 九點半